好了 繼續來看這個中國 最近這幾年來 這局在驚發到武器 去就向多次來典現實力 但是這段 戰車刺激的外面 他們就一直在討論 因為這台重駕車 在重鋼塞沒多久 就突然趁煙入水 跌跌三十秒就沉入大海 純頂的人趕快跳水倒命 那這段外面的中央電視台 來訂請說 這是八年前拍攝的鴨皮啦 無人這台重駕車已經 起床鴨皮中的快點囉 建設到中國軍艦有多久 但是這段外面 他們希望有熱烈的討論 當天晚上我們返回到這個江邊的時候 還有我們倆看著江水 那眼淚就下來了 但是我們想 就跟我們自己的孩子一樣 現在都沉到江裡頭了 那眼淚一下下來了 但是中國勇士強調說拍拼的時間 是在2002年 當時設計師為了要提關車速 所以說監禁車替擋量 想不到說試驗很失敗 因為現在的開放軍 使用兩車重駕車 已經改進了 也恰好當年的快點了